选选好了 我们如何开始呢 我讲三点供你参考 第一呢 要用尖好笔 以毛软硬尖湿 下墨的速度也适重 第二呢 我们要选一个是中号的毛笔 这样呢 初学者容易控制 第三点呢 就是你要悬外写 你从重大字练起呢 对拓展性的字很有帮助 你换成小凯笔呢 你整万就可以写小凯了 你用大笔呢 可以旋轴旋万 可以回好写大字 从中凯放大呢 这个字的结构不容易散掉 当然 你要是想从大字练 也是可以的 当临贴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结构 临贴临贴 不要走行 总体来说呢 从大字缩小比较容易 从小字放大容易失真